天来一路小跑回家给翠花报喜 她今天放羊时捉了不少青蛙 小栓提着个带子跟在身后 父子俩今天看来收获不小 夏季的尼泊尔大山之中 日子相对还是比较好过 不用每天靠前马草冲击 山林中活跃着不少的小动物 都可以捉来打打牙记 翠花挑出几只青蛙穿成串 准备储存起来多吃几顿 二女儿显得格外勤快 平时在家不是学习 就是帮着做家务 算得上是翠花的得力帮手 她帮着将大米淘洗后 用勺子舀着一勺一勺 加入锅中大火炖煮 二女儿虽然也不过六七岁七八岁的模样 煮米饭做家务都已十分老练 而且她爱读书爱学习 成绩在班里一直是数一数一 天来回到家 从女儿的手里借过铲子搅起米饭 捉青蛙屎 裤子下半截已经湿透 她也顾不得换 挽着裤管搅拌着米饭 脸上笑开了花 能让一家人吃饱吃好 天来心里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米饭煮至吸干水分后即可盖上盖子 小火炖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 翠花坐在地上先吃了半个香蕉 歇歇了片刻之后 找出半个南瓜抱在怀里切了起来 他们这种南瓜看起来很嫩 不去皮也无伤打牙 再说即使她想要刮掉南瓜皮 也没有趁手的工具 就连切南瓜用的都是做农活式的镰刀 对翠花来说 镰刀具有一砖多能的作用 即使干农活的农具 又能在炒菜时做炊具使用 捉来的青蛙清理干净后 架在柴墩上 用柴刀剁成大大小小的块 准备和南瓜一起炒来吃 翠花今天要做一道蛙肉炖南瓜 今天天来和小栓趁着放羊的功夫 在河道里捉来了不少青蛙 满满一盘蛙手说也有几十只 翠花挑着剁了几只 又切上一个滚圆的大南瓜 今天一家人有口福了 蛙肉炖南瓜极营养又美味 夏季是一个欢乐富足的季节 除了可以在山林里捕捉野味外 还有吃不尽的野果野菜 为了凸显蛙肉的香味 翠花特意选择用猪油来烹炒 将猪油烧热至融化后 撒入一把咖喱粉和小茴香爆出香味 切碎的蛙肉加入锅中大火煸炒 作为崇尚自然的尼泊尔山里人 他们所需的一切都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 烧火用的是木材甘草 吃的是野菜野果野味 种植的庄家也是全自然野蛮生长 一切都不需要人工干预 唯一需要花钱的就是家中的柴米油盐 翠花从小就是个山里拔 这一辈子长到快三十五六 也没有走出过大山 平时买卖牛羊或者采购物资 也都是让天来去到镇上或者城里 相比于隔壁村的小美 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旅游 翠花的眼光就显得格外狭窄 但她没有奢求也从不抱怨 只希望平平淡淡一日三餐 安心养大几个孩子便是最好的生活 平时她在家里牛棚和田地三头跑 尽管已经十分努力 到头来也只能换得一家人温饱而已 不多时挖肉炖南瓜便已做好 天来带着小栓不知道又干什么去了 翠花便和婆婆还有两个女儿先吃了起来 今天的挖肉炖南瓜煮了满满一大锅 只怕算上天来几个人也未必能够吃完 时间上早 太阳还没有落山 翠花慢慢悠悠地吃着盘中的晚餐 等待着天来和小栓的归来 他们就是这样过着悠闲惬意的慢生活 仿佛停留在我们父辈们小时候的那段时光 感谢观看 谢谢观众 下期更精彩 翠花家里一天到晚 不是吃草 就是吃南瓜 今天天来回来时 顺带摘了一个大南瓜 将南瓜劈开后 抱在怀里用镰刀切了起来 天来其实极为聪明 做起活来也颇有诀窍 切的南瓜片比翠花切的还要均匀一些 只是他为人较为懒散 喜欢做些整端的工作 家务事对他来说较为繁琐 他还是觉得在山坡上放牛羊更惬意 采来的青菜里面很多枯黄的叶子 他没有耐心挑选 用水洗后直接用镰刀切碎 这种野菜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和香菜略微有些相像 但叶子偏远也没有香菜的那种味道 平时多生长于浅滩河畔边缘 是一种洗水的植物 青菜切好好 在炉火上架上炒锅准备炒菜 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随后撒上一把小茴香和咖喱粉爆出香味 咖喱粉是尼泊尔人最为常见的调味料 它能给食物提色增香 尤其是做咖喱鸡或者咖喱牛肉 味道相当不错 如果你想尝试咖喱的味道 可以到咱们主页的橱窗里去看看 油热后将南瓜放进锅中大火煸炒 随后将淘洗过的青菜一把一把抓进锅中 最后撒上几粒粗盐大火炖煮即可 青菜含水量大 虽说看似很多煮出来以后并没有多少 为了能让孩子们吃饱吃好 天来尽可能地将菜叶按压此时 最后盖上盖子大火炖煮 不多是青菜和南瓜变软厚 化成一锅糊状的食物 这也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形态 饭菜做好后 一家人围坐在蒲尾席上大快朵一起来 为了给小女儿断奶 翠花今晚和天来换了工作岗位 天来今天在家照顾孩子 翠花在牛棚看管牛羊 不知道她的断奶计划能否成功 小女儿目前看来情绪稳定并不淘气 不知道半夜会不会又使性子 到时恐怕天来哄都哄不了 再说天来还心心念念让翠花再给生个老六 现在还不断奶怕是会耽误进程 天来被翠花捉来一起下地干活 纵使天来心里有些不太情愿 但当着翠花的面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好跟着翠花一起来到地里除草 两个人拿着个短小的锄头 弯着腰分力的挥舞着 今年两口子在山坡上开啃出许多荒地 全都种上了糯玉米 当时光种子都用了一百多斤 虽说最终长出来的玉米看着不太茂盛 但是保证一家人的口粮没有问题 他们种植的玉米本来就稀稀疏疏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翠花和天来除草时还要刻意将玉米掰倒 夏天的太阳 火辣辣地晒在翠花和天来的身上 两个人不一会儿就累得腰酸被捅满头大汗 正在此时天空中飘来一朵云彩 下起熙熙丽丽的小雨 一边是晴天白日 一边是小雨犀利 这种极为矛盾的天气 也恰似天来矛盾的心理 天来恨不得三两下将活干完好 早点回家 奈何重庄稼急不来 临近中午时 天气越来越热 翠花也是满身臭汗 浑身是泥 她站起身来趁机喝了口水喘了几口气 嘱咐天来早点回家 今天开始要给小女儿断奶 所以今晚她去牛棚 天来回家看孩子煮饭 天来文言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 她早有要回去的意思 只是张不开嘴 眼见翠花放出话来 她便顺带背了一筐青草 急急忙忙赶回家中 儿子小栓和妹妹放学回家后 已经开始生活准备煮饭 虚黑的剩饭锅直接架在炉火上 接着准备桃米煮饭 小栓在生活习惯上显然完全继承了翠花的习惯 她将桃洗过的大米 用手抓着一把一把加入锅中大火蹲住 天来回到家中后 找出一个大南瓜 用柴刀劈开准备煮菜 吉娜抱着一大块羊蹄 狼吞虎咽大块朵頤 吃得满嘴流油 吉娜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更是对吃肉情有独钟 一大早吉娜就对老公乔森软磨硬泡 一会儿动手动脚一会儿又嬉皮笑脸卖萌装可爱 催促着老公再去买上几斤猪肉吃 尽管乔森早已囊中羞涩 却也抵挡不了吉娜的似水柔情 也只好点头答应 吉娜听后心情也是大好 非要陪着老公一起进山砍柴 乔森和吉娜两人其实十分恩爱 吉娜心直口快 性格豪爽心宽提攀什么事也不太计较 而乔森却性格温顺做事谦卑忍让 两口子到一块倒也能刚好互相弥补 吉娜除了有点贪嘴以外也没有太多的陋习 何况她现在要给儿子喂奶 吃点好的也无可厚非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吉娜和乔森生活在山林之中 世代以放牧为生 茂盛的树木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干柴 广袤的草原为他们繁育着食之不尽的牛羊 他们夫唱夫随打打闹闹 生活倒也格外惬意 两人将柴火背回家中后 吉娜早已腹中饥饿 顾不得休息连忙架上炒锅准备煮饭 先加入半锅清水 水里撒入一把咖喱粉 看样子时又准备煮面条吃 吉娜和乔森饭量很大 干挂面椅子就要煮上三大包 咖喱粉的加入使面条变成了金黄诱人的颜色 老公公此时也刚好到来 给吉娜送来了不少现金 是村里人给吉娜的儿子小乔森过生日的水里 老公公逐一报了一下水里人的姓名 随后将礼金交给吉娜收下 村里人少不了礼上往来 这和咱们这里的习俗有些相像 吉娜将礼金交给儿子小乔森 告诉他说这是爷爷和乡亲们给你的生日礼物 明天让爸爸拿着去给咱买点肉吃 你说好不好 金黄的咖喱面调煮好后 用凉水充分浸泡防止沾脸 接着将昨天吃剩的几块羊蹄倒进炒锅 加入盐巴马沙拉小茴香辣椒面 咖喱粉等多种调味料 最后加入清水大火炖煮 因为羊蹄已经提前用高压锅煮过 所以只需要加热一下即可开饭 金黄的咖喱面条配上硕大的羊蹄 来上两块羊肉浇上两勺肉汤 趁着老公公再刚好能帮着看孩子 吉娜和乔森盘腿坐在地上 抱着盘子美美地吃了起来 咖喱面条浸道爽化 羊蚌骨香甜软糯 吉娜吃得满嘴流油 脸上也不由得堆满笑容 显得格外满足 感谢观看 谢谢观众 下期更精彩 在荒芜广袤的阿富汗 至今仍然延续着一副多气的传统 露西和丽雅有一个共同的丈夫 他们今天要制作一份不可思议的早餐 清晨的白话树下 白云硬撑着一片片生机勃勃的操场 露西第一个醒来 她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妹妹丽雅一起去河边打水 董事温顺的小毛驴 便是他们可靠地运载工具 远处的喀布尔山上 中年都是白雪矮矮 四周显得荒凉而静寂 男人们作为一家之主 一般主要负责放羊和耕种 而妇女们则在家操持着所有家务 村口的小河里 流淌着来自喀布尔山的冰川溶水 也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必须 这里的河水十分纯洁 甚至可以直接饮用 姐妹两个将黄色的塑料水桶灌满清水之后 架在小毛驴的身上 驱赶毛驴向家中走去 作为阿富汗的牧民 一年四季生活在这样广袤无垠的戈壁之上 就连房子都是用泥土制成 黄泥房屋和天地浑然一色 显得苍茫而孤寂 回到家里 露西妹顾上休息 升起炉火架上水锅 准备处理昨天吃生的羊头和几个羊体 热水褪取羊毛 用小刀刮干净 露西家里有将近一百头羊和十几头牛 这样的规模在当地虽然不算太多 却也属于中等家庭 阿富汗的女人们善于烹饪羊肉 不起眼的羊头羊体都能做成人间美味 当地的妇女由于信仰的原因 一年到头都是身穿一身灰色的罩袍 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据说只有自己的丈夫 才能看到他们解下头巾的样子 将食材处理好后 将羊油洋葱放进高压锅 架在炉火上爆出香味后 加入切好的西红柿辣椒鹰嘴豆 羊皮羊头一股脑塞进高压锅中 任其大火炖煮即可 趁着炖羊肉的功夫 来到田地里采摘上几片青菜叶 和几个水萝卜 新鲜水凉的青菜即可解密又营养 炖好的鹰嘴豆羊皮色泽金黄香气四溢 两个人坐在地上 冲上一杯红茶 享用起属于他们的早餐 快乐的一天又开始了 他们这样的生活 你羡慕了吗